當然選擇是 它這句話意思是說 要不要把這個SS資料庫 賄賂到我的專案裡面 當然要選擇 如果按for的話變成說 將來你換一部電腦就會找不到資料庫 如果按是的話 不管你換到哪一部電腦 它都會擁有這個資料庫 那這邊選擇是 好 這邊的話 那是不是要儲存 當然選擇是 這個是一個連接的一個字串 下一步 好 那它會問你說呢 你要包含哪一些資料 資料庫已經建立之後呢 它就會看到裡面的資料表 總共有六個資料表 那這邊的話呢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連需要的比如說像學生基本資料好了 就是一個好 按完成就可以了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建立一個這個連接了 不需要寫任何一行程式 接下來呢 已經連接 可是問題是我怎麼樣 �u 在 VB 上面的湘 lll t